好,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 好,谢谢 那晚上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家人 大家晚上好 那我的推荐人就是陈素云老师 我的最佳那个 最佳的那个教练就是我们的任科老师 那谢谢呢 谢谢今天让我在这里呢 有跟大家分享的机会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DNA跟巅峰组合 那在我老公生病的时候 大家都有一些人认识我的话 就知道我老公当初他得了 就是那个淋巴癌 他得了淋巴癌第四期的时候 当初医生告诉我说 他可能他的情况很糟糕 就是他的癌细胞是T细胞 那可能只有剩下三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候呢 我当然是很担心 所以我就找了很多家的那个健康食品 到医院里面呢给医生看 我问他说哪一个东西是他可以吃的 那当下呢 医生只是告诉我说 我拿DNA到前面很多东西 很多产品他都不建议他吃 也不给他吃 后来呢 我拿了美乐家的DNA 给那个医生看之后呢 医生看软了之后 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说这个产品 基本上呢 我可以跟你保证说 他不会伤害到 你老公的身体 那你就自己评估 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保证说 他的情况呢 他可以好到什么程度 那这个已经就够了 他是不是也讲到一点 就是说他绝对不会伤害到他的身体 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他要开始经过 他要开始化疗的时候啊 他就开始喝了我们的熊宝宝 那第一个时间 因为他那时候还插着鼻胃管 所以医生不建议给他喝巧克力的 所以我就给他喝那个蓝莓 我们的熊宝宝蓝莓的 那这样子 他在化疗的过程当中 就一直喝DNA 跟我们的熊宝宝 就补充我们的高蛋白 当时呢还没有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个 就是酪梨果汁 我就这样子的给我的老公喝 那喝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在这个化疗的过程当中 也非常的顺利 那他现在健康状况都非常好 那当他化疗完了之后 他又做了一个干细胞移植 他做了干细胞移植完了之后啊 他的血管基本上都已经脆化掉了 就是一打针下去的话 他就比例讲说在A地方打针 他可能在B地方 C地方 他就破掉了就会脆掉了这样子 所以医生那时候就建议我 给他吃那个白鲤乳醇 那我心里面想到 什么是白鲤乳醇 好像我都没有听过 那我就跟医生讲说 那既然你请 你叫我给他吃白鲤乳醇的话 那是不是呢 就是可以你就开这个白鲤乳醇 给我们这样子 那医生就说 你可能有自己的品牌 那你就去买 买你自己的品牌 来让我看 那看了之后 我说可以吃 你再开始给他吃 那时候呢 我就问那个阿美达老师说 每个家有什么东西 是白鲤乳醇吗 他就告诉我说 就是我们的CV 所以呢 我就开始 我就拿了 那时候他又嘴破 所以呢 医生就建议给他吃 纵维他命 我就拿了纵维他命 这四样产品 去给医生看 那医生看完了之后 他就告诉我说 可以 这个你可以给他吃 那他吃了大概一个礼拜 大概两个礼拜之后 他在抽血 在打针的时候呢 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说 他在打针的时候呢 基本上他的血管 就不会再破掉了 那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产品 就是说 他吃了DNA 在化疗的当中 他吃DNA 跟那个熊宝宝 再来呢 就是血管催化的问题 他就吃了我们的CV 那经过了一段时间 他化疗跟那个干细胞移植 干细胞移植都完全 都已经完全好了之后呢 那个时候呢 他有一个 我们就持续的在 医院去回诊 那当在回诊的当中呢 在回诊的时候呢 他两个 就是两个礼拜回诊一次 但是呢 他的那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发炎的 那个阻止呢 都非常非常高 那发炎的指数非常高 就是 医生怎么检查都不知道 不知道说 他的身体里面 到底哪一个地方在发炎 所以呢 那时候我就 也蛮紧张的 阿美达老师 他在跟我讲说 你就给他喝 给他吃那个巅峰组合 那时候呢 我也是蛮担心的 因为我不敢 大量的给他 使用那个健康食品 后来呢 我就把这一盒 那个巅峰组合 拿到医院去给医生看 那医生看完了之后呢 他就说 你就给他吃 那你看他两个礼拜 他两个礼拜回诊 你吃对不对 那给医生看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 回来就开始 我每天给他吃一包 就一天就吃一包 吃了十天之后呢 到 我们不是要再回 那个医院去抽血吗 那抽血的时候啊 一抽血下去的时候 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他前身的 所有的 血液检查 他本来 血液检查里面 都是红色的 那因为吃了这个巅峰十天之后啊 他所有的检查都变成蓝色的 那那时候我就很好奇 就问医生说 那以前不是都是红色的吗 为什么他现在 那一些所有的主事都变好了 他说 你这个人也很奇怪 那以前呢 他的主事变不好的时候 都是红色的时候 你告诉我为什么是红色的 那后来好了之后 你又问我说 为什么好了 好了就好了啊 你还要问为什么 那当时呢 他其实在那个时候 医生检查不出来 是什么原因的时候 我们做了核子共证检查 做了那个断层扫描检查 又做了那个 他又戳了他的骨髓液 都没有办法知道 他的花眼 到底是哪一个地方在发炎 只是知道说 他的身体一直在发炎 那后来吃了这个天空十天之后 他的发炎的状况 完全都好了 那到现在为止呢 我老公还是 就是一直在吃 我们的天风 还有洛丽 接下来多了洛丽果汁 还有就是 天风洛丽果汁 再来就加上那个什么 加上那个 熊宝宝 还有DNA 他现在目前吃的东西 就是这一些 那他目前的身体状况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再来呢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在这一段时间 因为我老公的身体 好了之后呢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我经营免乐家这一段时间 我也透过 因为我老公的经验 因为姐夫的经验呢 那然后呢 我怎么样呢 我就是介绍了很多 有癌症的人 他只要有癌症的人 因为他们知道说 我可能对这一方面 比较有经验 很多人 很多朋友 还是亲戚朋友 就来问我说 他家里的人 某某人得到 一样就是生病了 还是得到癌症了 那他们就会问我说 到底吃了什么产品 那我就会介绍他 这一些产品 我现在目前都介绍 DNA 酪力 果汁 再来呢 就是那个什么 DNA 酪力 果汁 还有巅峰 就这三个还有熊宝宝 这四样产品 在这几年当中 我也帮助了非常多的人 就是癌症的人呢 他们在化疗的当中 就配合了这些产品 他们目前的健康状况 都非常好 尤其是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就是他的女儿呢 他的女儿就是 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那个乳癌 第三期要进入第四期了 他也非常非常的担心 那这个朋友 他是大量的喝 这一些 大量他一天喝六杯的 六杯的 因为我听了 之前有听了 那个齐胜老师 他分享的一个 那个癌症的朋友 他们喝了 酪力果汁跟DNA 还有吃了那个CV 所以我也请他这样子 就是同样的状况呢 我请我朋友的女儿 就这样子吃 他就每天六杯的DNA 六杯的酪力果汁 还有巅峰两包 还有熊宝宝 你知道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已经变得非常好 而且在化疗的过程当中 还有电疗的过程当中 完完全全都没有一次的 感染或发烧还是怎么样 他只要打完化疗药之后 回家之后 就身体状况都非常好 还有很多很多 我只是提这个其中的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每一家的产品呢 它其实可以帮助非常多的人 那重点呢 还是怎么样呢 还是要配合 一定要配合 就是说医生 医生 要配合医生 就是医生的疗程当中 一定要配合医生的疗程 再加上我们的健康辅助食品 然后帮助这个人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那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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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